为了减少非法外劳的人数 移民局今年2月15号开始推行外劳漂白计划 限定雇主必须在6月30号之前为员工漂白 否则将会全面取缔和兑付违规的雇主 包括采取资产冻结和查封令 目前距离取缔日期只剩下9天 上千名雇主和外劳今天一窝蜂涌入不成的移民局总部 赶在最后一分钟为外劳申请一卡完成漂白程序 结果把一楼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记者今天上午抵达移民局总部时被禁止访问雇主和外劳 并且被限制只能拍摄15分钟 而在整个过程中移民局也派出官员监督记者 不过不成移民局副助理总监巴拉姆鲁干在接受记者的访问时指出 为了加快一卡的申办程序 当局特别开设了20个柜台处理事宜 同时把办公时间从原本的早上8点到5点 延长到午夜12点 巴拉姆鲁干也透露 由于部分的雇主还搞不清楚申请的程序 员工资料和文件也不齐全 以致他们可能白跑一趟 因此他提醒雇主在登记之前 先自行登入移民局官网 确认详情和条款以防万一 数据显示 当局昨天共为248名雇主 以及1574名外劳完成漂白程序 预计接下来几天会有更多人前往移民局申请伊卡 今年的首四个月 执法人员总共在全国各地展开6000次的检举行动 扣留将近2万名非法外劳 以及超过500名涉嫌包币非法外劳的雇主 NTV7杨丽莎采访报道